4月26日,港交所宣布现任主席周松刚4月任期届满,委任石美伦为新一届港交所主席,任期与其董事任期同时完结。 石美伦感谢董事局的信任,他指出,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,港交所代表香港金融业的基础核心价值。 他希望未来可以和港交所的各位同事一道推动香港金融业的发展。 上一届的主席和上一届过去6年,交易所做了很多工作,也有很多突破, 继续下来也会面临很多天战。 我和交易所的全体同事和我们的董事局欢迎面临这些挑战,也勇于接受挑战。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,希望为香港的金融市场作出更一步的进展。 据了解,石美伦曾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,现任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, 其当选成为港交所首名女主席。 石美伦表示,作为港交所第一位女性主席,她感到很荣幸,也希望推动更多女性参与到商业。 香港在女性董事方面,我觉得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 我们在上市的行政指数里面,我们的女性董事资争14%, 我也希望在交易所的位置上推动这方面,多些女性参加, 不单只是正经,是整个商业和上市公司的成分里面。 根据相关规定,有关委任,需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书面核准坐时。 港交所将于取得有关核准后另行发表公告